第三代现成撕裂者终于来了 咳咳 不是那个现成撕裂者 咱们说的是AMD的高端发烧级处理器Threadripper TR在过去两年里算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是AMD时隔多年重新进军旗舰领域的一次尝试 但有点可惜的是 前两代TR虽然质霸了理论性能 但或多或少也存在了一些毛病 尤其是第二代的2970X和2990WX 它们的副作用非常明显 让人是又爱又恨啊 好在第三代TR和其他的Ryzen一样换用了Zen2架构 也改进了多CTD的互联 那它到底能不能带来应有的表现呢? 我们今天就达到了TR三代的第一款产品 3960X 不是这个3960X 是这个3960X 咱们来看看它的表现如何吧 这次三代TR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外包装了 每一代TR的外包装风格都很浮夸 但今年却格外的小巧精致 我个人倒也挺喜欢这种风格的 设计美感还不错 但相比之前可能就没有那么宏伟了 值得一提的是包装上的这一条条纹理 是不是有熟悉的感觉呢? 这个设计和早前时候的5700XT显卡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来这应该就是AMD新一代的设计语言了 和其他三代Ryzen一样 三代TR也采用了Zen2架构7nm工艺 并且也提供了非常高的频率 3960X的单核锐频高达4.5G 全核心在Cinebench中也可以飙到4G以上 这和以往的TR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由于3950X已经是一颗16核的处理器了 所以这一次TR入门就以24核起步 我们这一枚3960X便是24核48线程的规格 除此之外还会有32核的3970X 以及明年64核的3990X 哇 听着就很恐怖啊 规格上相比3950X的两个CCD 3960X增加到了4个CCD 但每一组CCD只开启6个核心 而3970X会做到8核全开 作为一颗TR 3960X当然也有一些独有的特性 比如支持4通道内存 再比如缓存大小 从3950X已经非常大的L2 8MB、L3 64MB 再度暴增到了L2 12MB、L3 128MB 照这个趋势估计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在CPU里装系统了 从IDA64的内存与缓存测试结果来看 4通道内存确实带来的优势是很大的 读写性能大幅增加 并且3960X的缓存性能相比3950X也有不小的提升 唯一的遗憾是内存延迟依然很高 不过在之前的Zen 2首发分析里 我们有讲到过这一点 AMD正是想用大缓存来弥补内存的劣势 所以这个问题倒也不是很严重了 最后聊一下芯片组 这次AMD在TR上换用了全新的TRX40芯片组 接口换成了STRX4 和前两代上下并不兼容 看来对于高端用户的钱最好挣这一点 AMD还是和友商达成了共识的 所幸TRX40所带来的升级幅度还是蛮大的 首先处理器和芯片组之间的带宽增加了4倍 其次可用PCIe通道的总数量从60条增加到72条 并且也全面支持了PCIe 4.0 这个芯片组的拓展性可以说是非常给力了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3960X的实际表现吧 测试平台是华硕ROG Z2E 搭配了四条影池明人堂内存 总共32GB 372C14 在HEDT平台上是开启四通道的 显卡是明人堂的2080Ti 系统Win101909工作站板 电源均为卓越性能模式 首先是Cinebench R15的渲染测试 体现的是CCD的性能 3960X多核可以标到5959分 单核也高达208分 这个成绩甚至比英特尔最顶尖的工作站处理器 至强W3175X还要再强一些 相比上一代32核的2990WX也要更强 也就是说三代TR最入门的型号 都已经干掉了去年的旗舰和对手现在最强的旗舰了 这个真的有点不得了了 Cinebench R20的表现也是如此 3960X跑出了13700分的成绩 单核也有511分 相当可以了 Bray渲染中的表现也非常强 3960X相比1950X提升高达了一倍之多 作为一颗线程撕裂者 3960X和3D渲染如此般配 并不让我感到意外 那我们再来看看内容创作方面了 在对于多核性能没那么看重的PS和AE当中 3960X的性能似乎并不能超过3950X 对于PS和AE来说消费级平台真的已经到头了 没有必要考虑HDT 但对于多核性能更加看重的PR和达芬奇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3960X在这两者中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说明剪辑软件依然有比较强的综合性能需求 而转码软件比如说Handbrake就更加吃纯多核性能了 不管是HD264也好还是HD265也好 3960X在转码方面都是完全胜任的 在Lightroom中 3960X同样表现出色带来了更多的领先优势 而且你会发现今年的TR并没有重现去年2990WX上的副作用 反而随着规格增长可以获得相应的提升 最后虚幻式的光照烘焙测试 3960X同样取得领先 构建游戏中的光照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了 解压性能方面 Win212的表现3960X依然可以用很迷来形容 这个软件对于AU显然不是很友好 不过7DP的表现倒是不错 总分21万 3960X的解压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普通处理器了 最后看一眼娱乐大师 CPU得分56万5 应该比大多数人的总分都要高了吧 虽然TR并不是为游戏设计的处理器 但上一代TR的游戏表现太糟糕了 实在有点尴尬 那么3960X能不能在游戏中至少做到不落后呢? 还好最后的结果还算不错吧 我们测试了好几款游戏 基本上在绝大多数的游戏里面 3960X都能至少保持和3950X比较相似的性能 并没有出现落后太多的情况 少部分的游戏比如说彩虹6号围攻甚至可以获得领先 有些游戏比如说像极品飞车热宴 还有CSGO 以及无主之地3当中落后的幅度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但都还是远远好于上一代TR的表现 我觉得看完这个游戏部分的测试结果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三代TR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牺牲游戏性能 这一点还是很不错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测试了温度和功耗的表现 使用280水冷压制的情况下 运行prime95非AVX烤机 尽管3960X的TDP高达280W 比之前的2990WX还要高 但烤机温度其实并不是很高 甚至没有比3950X高多少 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得益于7nm工艺 另一方面TR的顶盖接触面积比较大 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散热的 至于功耗情况就原型毕露了 3960X的烤机平台功耗高达373W 虽然还是比2990WX低一点 但依然远远要高于3950X 发烧程度可见一般 最后我们也试了一下超频 电压1.43V左右可以超到全核心4.3G 此时Cinebench R15可以标到6137分 R20可以标到14310分 超频潜力依然和其他Zen2架构处处理器差不多 买回来基本上就别想要折腾了 总的来看 三代TR是把模块化可拓展这个策略体现的淋漓尽致 整个3960X就是HEDT多核增强版的3950X 3950X擅长的工作 3960X只会更加擅长了 并且今年TR的模块化 不管是内部CTG之间的互联还是缓存的结构 都比之前的设计更加合理 频率也给的比较激进 所以在保持非常强多核性能的同时 其他方面也没有拖后腿 没有重演去年的悲剧 TR三代雪落石出之后我们发现 AMD的产品线规划思路和英特尔真的是截然不同了 英特尔是想极力地区分开他们的产品线 所以消费级处理器哪怕9900KS的内部 也还是采用的环形总线设计 通过拔高频率来提升游戏性能 但到了HEDT这边就全部用上了延展性更强的Mesh结构 并且全部都支持ADX512 消费级和HEDT两者定位可以说是很不一样了 而AMD这边似乎是模块化从小到大一路通吃了 HEDT就成了消费级的扩展 并不存在树叶有专攻这一说 而每一款Ryzen处理器也都是那个价格全能型的存在 两者的做法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对于AMD来说 模块化自由拓展的设计可以帮他们降低成本 并且随着这两年创作类软件需求增大 全能型的处理器又能占到很多便宜 这个对于Zen 2价格我来说简直是天使地利了 最后3960X的首发价格是10699元 3970X是15299元 我们视频发出来的时候应该已经上市了 今年TR的起价高了很多 但考虑到入门级已经干掉对面旗舰了 所以我也没什么能够多嘴的 一些3D建模软件确实也可以受益于3960X多出来的核心 但我觉得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 现阶段反而是3950X可能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